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您在半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 入秋天气还冷,总是感冒可燥 家里人都是喜欢去一些中药房 去开一些神体的小庙房 不需要打针,只需要熬药喝一喝 就能够会好的预防感冒,而且治疗可燥 这种的神奇水,对于可燥 而且反复不好的人群,特别的管用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 对于可燥,谈多,能够非常有治愈效果好的 虚疗茶叶,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 如果你总是咳嗽,一个月两个月不见好 而且谈又多的,可以试这个茶饮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不需要吃药,要不要打针的 首先我们来准备洋葱 洋葱可以去可止痰,利尿 洋葱所含的植物杀菌素,可以去痰,利尿又发汗 能够预防感冒,以及抗菌防腐的作用 洋葱所含的皮质物质,在人体的黄铜唇的诱导下 形成一种药物的配糖体,有很强的吟药作用 可以用来辅助治疗深眼的疾病 而且能够杀菌消炎 洋葱能够杀菌消炎的 可以有效地杀灭葡萄球菌 去除细菌毒素,排出身体的一些垃圾 从而能够使身体健康,又能够促进消化 洋葱中的洋葱素挥发油 具有刺激消化腺分泌的作用 从而能够健脾胃,促消化的功效 又能够提神,醒脑 洋葱中的速度,可以刺激,类陷,蜂蜜,原类 同时,有很好的体质能作用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 消除疲劳,提高注意力 促进脑部活性化的功效 又能够预防血栓 洋葱还有一些可以激活血栓纤维 蛋白酶的活性成分 可以起到阻止血栓板凝聚的作用 从而能够预防血栓的现成 而且又能够健脾,益心,通血管 洋葱所含的卵磷酸腺肝 能够降血脂的效果 洋葱被称之为是 预防动脉中药硬化的良药 洋葱含有的前炼素 是一种特别强的血管疏章剂 可以软化剂 能够减少血管和心脏冠状动脉的阻力 能够促进腊炎的排泄 是高血压患者的良药 洋葱又能够帮助有效的浆血糖 降低胆固醇 预防老年斑 洋葱所含的硫脂 和人体不要的微松素营养成分 有助于去除面部的斑点 延缓皮肤的衰老 洋葱含有的很多的半光酸 是一种抗二老的物质 能够延缓衰老 可以使人延长一手 洋葱又能够妨碍抗癌 洋葱中最有效的就是 天然抗癌的物质 骨光肝胎 当人体这种成分增多的时候 癌症发疯几率会比较少 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具有抗癌放痰的效果 再准备苹果 老话说得好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苹果有多种的养病 去风湿的效果 而且能够美容养颜的佳品 苹果酸含的营养 比较全面 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 特别适合很多人群使用 苹果可以止血 苹果中的果胶 纤维 能够吸收细胞的毒素和作用 可以止血 每天吃一颗苹果 效果比较明显 能够治疗腹性的作用 苹果可以包汤盒 煮水盒 又能够预防糖尿病 因为苹果所含的果胶 可以防止胆固醇增高 减绕水糖的含料 吃苹果 对预防糖尿病 有很好的作用 可以治疗糖尿病患者 预防三高 苹果有很多的钾 苹果中的钾 与体内的过剩的纳结核 可以使之排出体外 又能够增进食欲 苹果所含的溶殖性的磷 铁 容易消化吸收 而且能够预防贫血 经常吃苹果 可以增加血色素 使皮肤变得细嫩红润 苹果能够治疗贫血 可以生吃 也可以烤熟吃 减肥的人群吃苹果 不但可以不发胖 又能够补充维生素 苹果的果酸 能够促进 使积存人体内的脂肪分解 所以吃苹果 可以防止肥胖 再准备生姜 生姜是姜科 属于多年的生草本植物 生姜可以温中植藕 生姜限制温热 有温中植藕的作用 能够治疗脾胃虚寒 还是引起的脾胃功能不合 可以改善胃肠道不适 恶心 呕吐的症状 生姜能够温肺止咳 有温肺止咳 散寒的作用大 对于肺咳 痰多 风寒都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 吃生姜 可以抑菌大 生姜能够抑制续菌的繁殖 避防感冒 消化到感染 体含月经不调痛腥的患者 可以吃生姜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冲小火慢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您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之后就可以喝了 我们喝的时候 可以加入冰糖 冰糖对于红露有良好的湿润作用 而且有利于与局部炎症的治愈 可以稀释呼吸道炎症 蜂蜜粘液稠度 使磕痰排出体外 而且可以保护呼吸道上皮 提高免疫球蛋白 对方呼吸道感染 薰果 生姜茶水 经济又实惠 水喝效果比较好大 如果朋友们需要的话 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好的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